各位觀眾早安,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有聞必答 嘉賓Harry,來自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Harry 聽聽電話好嗎?Harry 第一位家庭觀眾,李小姐 早安 我想問一下,6030,30元兩毫買 另外,1169,19.5元買 另外,我想問3880,我可以不買 我沒有貨,想問這三個,謝謝 好,讓我先抄一抄題 6030,現價買的 好,三十個兩毫半,現在跌兩毫半指 升了很多 6030,你可以先維持它 李小姐 A股升得很澎湃,但6030沒有跟著 我先看目標價 先看高位,34元左右 李小姐要小心一點 券商股 券商股之前升得很厲害 現在6030沒有跟著 A股後段的升勢 所以,你見到他橫行看 30.2元買了 目標價是34元 但如果你看到股價一直橫行 完全沒有跟著A股 你可能看一看 31,12元已經離開了 好像市場對於中信證券 可能每個月的數據出來 才有升浪,甚至是跌浪 所以,你看看 本身現價買,不需要太擔心 你看看,本身先看34元這個位置 但是,你這樣看 敏感度開始弱了下來 設置自洩,放28元 還有一隻可以電器,1169 是19.5左右 現在回到家鄉界 今天升超過半成上來了 19.5號版 是不是都繼續拿著呢 1169先拿著它 有個明顯的反彈 消息面上,他跟農昌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接下來 如果你看到 基本面上來講 其實不應該值這麼低的價錢 他們本身的銷售 或者是他們的物流業務 其實,那個股值上 不單止是這些價 所以,你19.5買 初步升上去家鄉價 你就看一看 大概是在20.8甚至21元這些位置 設定目標價,就放走它 最後問港交所 現在升超過百分之二 升4.2那麼多 177.2 說的是,升穿了那麼多 主要移動平均天線 勢頭不錯 會不會說可以短期之內 去到180元水平呢 港交所來說 你追就有點遲 今天主要是深港通 所以,李小姐,你先等一等 你看明天是否還有得升 因為我怕深港通的消息 升一日 升一日可能會回 這些消息 所以,你看明天 如果明天 你看到有個小小小的勢頭 例如177,177 178 你可以試試跟一跟 跟上去 你看一看近期的高位 是在12月初形成的 這個位 大概是184元 這樣港交所 就短炒好了 因為你都挺高聚的 好,謝謝先 李小姐來的 電話查詢 有其他東西可以隨時打電話來 下一位家庭觀眾 黃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 你好,黃先生 是,想問2128聯數和1132賺誰家和 沒有貨的 是 好,兩隻都沒有貨 2128中的聯數 暫時來說,股價都向好 升了百分之四上來 聯數來說 都升了三天 是的,升得很急 在說一些所謂的經濟發展方向 如果你在說做一些一路一帶 本身要鋪管 本身的基本因素 這間股份 其實我覺得它的業務 你看看上半年的業績 或者以往的業績 這幾季都做得一般 所以這一陣 如果你想買的話 現在追 我看4.3左右 回到之前的價錢 但本身直播空間不高 所以黃先生,你便想一想 至於1132來說 股價表現 我會覺得 暫時還是橫行 因為這些所謂的文化概念股 在A股 就升得很厲害 但是 橙天家王 現階段 在港股 都幾 所謂在低位上浮浮沉 我不期望它有一個很大的變動 除非你想駁一些消息的演變 譬如說 接下來會有些收購 或者在業務上有些發展 但是你純粹在低位賣 你可能要放很久 可以 黃先生 可以 多謝你的電話 謝謝 Hairie 我們先看看電郵 家庭觀眾 應該姓鐘 問3618 重慶農村商業銀行 股價向好 其實今天很多囊人股都不錯 好像是健康 那位見過6.6 看看3618 他就說這一隻 沒有透露到有沒有貨 問如果是的話 他上網空間可以去到哪 今天高位見過4.96 現在升1%上來 勢頭非常好 從重慶農商銀行來講 重慶行 現在去追的話 我看大概只有半成至7%左右 大概是5.3、5.4%左右 要突破5元這些大位 就不是那麼困難 現在都4.96 所以 為什麼會看得比較 如果你算內銀來講 我覺得他還有一股去升 就說 接下來的貨幣政策 就算鬆也好 我會覺得 都會傾向農村那邊鬆 他就有個字 就有個龍字 那些資金就會這樣衝進去 所以 我既然這樣說的時候 大家如果現在買了的話 要設置一個字 直接放4.8 始終它都是小隻的內銀 你不要一味看大隻的內銀 買下去 那個股仔會有少少不同 好 多謝先聲鐘的家庭觀眾 之後就看吳先生 就問兩個版法 第一就是6800 內房股 他就說22元左右 是否應該繼續拿著它 都給目標價 和一個指賺位 我們先報價 暫時中海外方面 26.5.5 更加高位 26.7 對 你給我的話 就吃了 我吃了 26元 還想怎樣 但是 6800來說 你穩陣一點的家庭觀眾 恐慌 你會怕 還有可以上升到28元 那你就看第一棍 倒下來的時候 只賺了它 所以6800 內房的Rerating 一個故事 12月尾 很多報告都說 銷售情況很良好 成交量急升 升多少天 沒有人回答 但是 其實我看的位置 都是27元左右 我覺得 你看到這一兩天 在這些位置 都放了它 始終 你看圖 都覺得不對勁 21元去到26元 其實都是幾個交易日 已經扯了上來 有一個正常回吐的機會 是很大的 另外 問一下鐵路股 我想 Harrie 你都應該不建議去買 吳先生問390和1766兩隻 都未有貨 眼金金 怎樣部署 之前來說 升得太多了 今天來說 有一個很顯著的回吐 好像藍車一樣 現在回7% 中國中鐵都回3%左右 他就說 如果要買入的話 哪一隻好些 都給回目標價 指示位等等 兩樣東西來的 390我先說 我就不會在這些價格入 是 看回它下去 6元這些 有一點點回吐的機會 才讓它先休息 始終你計技術 又或者在升浪上 來講 中國中鐵股值是很高的 而176來講 反而我會覺得 你看看這些裂口位 是否守得住 回吐會不會下到10元 10元那時候 你才看到 開始有些守得住的看法 你才進入 現階段 需要先休息一下 好 那你剛剛講完這390 是吧 即1766又怎樣部署 對 所以 未來的趨勢 都是要等 等多一兩天 先休息一下 OK 不好意思 Hari 抵著就是葉小姐 Gava Leung 葉小姐 問2202 15.708有貨 怎樣去部署 指虧位在哪裏 還是它要買6030 本身2202應該有些賺幅 現在是20元 是 跟688很相似的 那些部署 你看到這兩天 看到上去 看看 會不會有機會試一試 21元 路上是破頂的 這樣去看的話 接下來的趨勢 我覺得會有個回調 在那裏 所以你看看 21元 這些位置 你很離開了 始終內房股 我會覺得 急升的情況 有點誇張 萬科企業 都在升半成上來 今天高位 見過20.35元 21元左右 都可以留意指賺位 補充少少 講6030 中信證券 它說 其實已經沽了 因為早前 24元入了貨 就想買回它 對 6030 或者證券股 我會覺得 你不妨等等 A股升得太急 我覺得 接下來的形勢 它有機會會試上去34元 但未買的觀眾 我覺得直播空間不多 好 多謝了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 有事想問 繼續打給我們 一會兒 我們家庭觀眾 不要走開